第九十四节 笔拼 玉王一心在何处 顾景之问跑满头大汉的秦深寺 在 在太医院 秦深寺道 那么些太医 她一个也不信吗 顾景之又问 秦深寺连连点头 既然如此 我又有什么法子 顾景之道 我不拿太医院的俸禄 哪里轮得到我 秦深寺哑然 她印象中的顾景之 是个心地纯善又厚道的女孩子 不会见死不救的 怎么如今说出这番话来了 上次在宫门口遇见 秦深寺就察觉 顾景之和陈玉钊不对付 难道还记着当日在船上的仇吗 齐姑娘 您是不是还恨着那日在船上 王爷给您惹了事啊 秦深寺急得脱口而出 您打人有大量 且放一放 日后再算账 去瞧瞧吧 太医院的众多太医都说 王爷的伤情很危险啊 秦深寺很相信顾景之的医术 陈玉钊身上多处刀伤 用药过后一直是高烧不退 太医院众人拾尽了法子的 偏偏陈玉钊很不配合 他不想喝这些太医开的药 执念着让顾景之去看看他 秦太医 您和我爹地也是具有 话 我就不瞒您 玉王爷身份特殊 我不想和他有牵扯 顾景之道 况且 太医院诸多太医 却单独请了我去 不是抢行吗 秦深寺就说不出话来了 您告诉玉王爷 她曾经是病家 我自然尽心料理她 并无私情在里头 也无心与她身交 更不曾当她是朋友 顾景之道 她的事我无能为力 愿她早日康复 秦深寺就烫了一口气 她回到了太医院 陈玉钊昏睡了过去 面色赤红 高烧不止 趁着她昏迷 彭太医和曾太医给她灌下了碗汤药 指望着能退热 哎 热成这般 服用两粒子血蛋 怕是不够的 再给她灌下一粒吧 彭太医叹了口气 剩下的 只能听天由命了 宫里风寒发热 素来都是用子血蛋退热 曾太医点头同意 两人又给昏睡中的陈玉钊灌了粒子血蛋 便是这时候秦深寺回来了 她是跟着陈玉钊来的 皇帝除了特指彭太医和曾太医照看陈玉钊 令着秦深寺在一旁服侍 这次回来 大哥秦威斯对秦深寺态度大为转变 太医院的这些太医们向来是见风使舵 立马对秦深寺热络起来 看到她进来 彭太医和曾太医忙打了招呼 皇爷还没醒吗 秦深寺问 两位太医摇摇头 不仅仅没醒 而且是越来越热 陈玉钊开始满口说胡话了 他说的是什么 秦深寺等人都听不懂 大约是安南国的图画 三个人面面相许 秦深寺让他们照顾好王爷 自己又去请了江通来 江通陪了昨日一整日 如今回了家 皇上下朝后 去了太后那边问安 问安婢 又去了运输房 欲王爷欲刺 公然在天子脚下杀人灭口 这事件很恶劣的事 留在运输房的五位阁佬争论不休 魏阁佬以为是陈玉钊齐桌潜招 故意伤害自己 嫁祸给使团 从而让他的谎言更加的圆满 其余三位阁佬则以为江通不会串通叛逆来欺君往上 因为有明慧公主做贱人 又有江通的人证物证 他们是很相信陈玉钊的 这次刺杀 定是新国主胡氏父子做贼心虚 朕原本对陈玉钊也是将信将疑 不过 这件事应该是胡氏使团所为 朕在大殿见过胡氏世子爷 他看到陈玉钊有些畏惧 目光躲闪 而陈玉钊和江通神态里没有异常 如今又是这样的刺杀 陈玉钊所说的丞相篡位 定是真的 皇帝最后道 此事不必在意 等陈玉钊醒来 就安排使团出使安南国 拿下胡氏 送往京城 不住陈玉钊几位 卫阁佬有点不甘心 其他四位阁佬都纷纷地闭下英明 于是原先定下让顾炎韬出使并不改变 只是这一次他不是去探情况 而是去拿人 顾炎韬心里大喜啊 连忙跪下的 陈绝不如使命 皇帝就满意地点点头 他又问夏守府 陈玉钊的伤势如何 还有休养几日才能动身 夏守府也不甚清楚 道 呃 叫了秦体点来问 他比老陈清楚 皇帝就让太监去了趟太医院 把秦温寺体点叫到了御书房 秦温寺眉头倾诉道 哎 发热越来越厉害 御王身上全是刀伤啊 有三刀陷了白骨 微尘也和众位太医商权 如何用药更加妥贴 试了几种法子 成笑微笑 如今发热是越来越厉害 有些神志昏迷了 几位阁老脸色未变 陈玉钊要是死在京城 胡氏父子篡位 没了告状者 处理起来就麻烦了 这天下最是不能容忍 臣子篡位的 不管是哪一国 否则有人学样 天朝的皇帝如何心安呢 五哥老 你亲自去瞧瞧 皇帝道 然后转头对秦薇寺道 陈玉钊不能死 他有事有事 责任全在你这个体点身上 朕到时候只和你说话 秦薇寺忙跪下 倒是 顾延涛和秦薇寺 从御书房里出来 静止去了太医院 陈玉钊的情况恶化 也已经在口吐胡言 神志混沌 浑身烧赤 他说的话 大家都听不懂 纷纷询问在一旁的江通 江通是朝廷派往安南国的大臣之一 他是通两国官话的 陈玉钊的官话 大部分也是江通所受 江通却尴尬地咳了咳道 嗯 王爷 王爷在念叨父母兄长 昏迷中念叨父母 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 这是智孝啊 安南国的风俗可真是奇怪 仲太医纷纷想 赶紧退热呀 顾延涛上前摸了下陈玉钊的额头 吓了一跳 烫得害人 早上的时候 他还没有这样了 半日的功夫 病情是急剧恶化 要是能退热 早就用了 陈玉斯在一旁道 我们也是用尽了法子的 他的语气有点冷淡 先前陈玉钊不肯让他们医治 不喝他们的药 自己耽误了病情 还能怪谁呢 他只要顾紧治来治 果然顾小姐没有请来 依旧是这些太医们给他治 秦玉斯心里是不快的 不过皇帝发话了 必须得治活他 他也不敢拿带呀 再拖下去 就越发的危险 秦玉斯知道一个土方子 对这种高烧神志不清 最是有效 可他不想轻易地拿出来 特别是最近 他过得很抑郁 太后娘娘如今再也不找他们太医院的 只相信顾家琪小姐 顾家琪小姐运气好 另辟蹊径 治好了太后 的确是她的本事 可太后娘娘却把她抬举到重太医之上 否定了重太医的本事 将秦深寺这位提点难以接受 听说前些日子顾景之进宫 宫里的谭贵妃还说请她瞧瞧 谭贵妃从前只请秦威斯的 如今好了 顾景之让秦威斯和其他太医 在后妃中都抬不起头了 偏偏这位玉王爷口口声声地 要让顾家琪小姐来治 她也只相信顾家琪小姐 秦威斯当然不知道 当初顾景之是如何用一味开水泡药 治好了陈云昭的哑音 更加不知道顾景之顺手 随意地推拿揉捏 让陈云昭的晕船一下子消失了 在陈云昭的心中 顾景之就是神仙 什么病都能治的 她真的只信顾景之 这些秦威斯不知道 她只当是顾景之的风头 在宫里流传 陈云昭也听闻了 所以相信她 这要是不压一压 以后宫里秦威斯 还如何行走啊 她当年可是用尽了法子 盼到了顾世妃之事 才坐到了太医院提点的位置上 这六年 她用尽努力 已经渐渐取代了顾世妃 在皇帝和太后心中的地位 成为太后原先最相信的人 可太后的一场病化为乌有 与王爷行着的时候 聚聚在念叨顾家七小姐 秦威斯对顾言叨叨 一旁的江通 脸色变了变 看来王爷只信顾七小姐呀 秦威斯没有留意到江通 继续对顾言叨叨叨 这叫我等如何行事啊 且我们也是用尽了法子 不如请了七小姐来 看看与王爷吧 秦威斯今年四十六岁 京城的达官贵人家里 她几乎都登门过 她看过的病历 远远是顾锦芝那种 才读药书的娃娃 无法比拟的 她就不相信顾锦芝 能有法子 退了陈玉昭这危急的高伤 她的话一说完 周围太医都有点面面相去 豫王爷这般的危险 皇上又说务必要救活的 前提点这个时候 不好好地用心救人 反而提出这种荒唐的主意来 顾佳琪小姐怎么治好太后的 仲太医不知道 只是她一个女娃娃 能有什么法子 救治这般高烧的病人呢 秦生寺则道 我早上去过了 顾小姐不太愿意来呀 是不敢来吧 秦威斯心里冷笑 她又看向了顾言涛 顾言涛看着秦威斯的眼神 知道她很有把握 能解了陈玉昭的高伤 却非要拿强 用个人来比比 这个人她选择了顾锦芝 皇帝的旨意是 治好陈玉昭 怎么治好的 顾言涛就不管了 她才不管谁丢脸 谁得意 她只管行皇帝的力 顾锦芝既不如人 难道也是顾言涛的错吗 我派人取情 顾言涛快步走了出去 很快 小思就到了顾宅 顾锦芝听说 陈玉昭高烧不止 仲太医束手无策 不免哑然 对待危急病邪 中医的确远远不如 西医快速有效 却也不是无药可医的 又是大伯派人请她 她想想 仍是拒绝了 结果顾言涛亲自上门了